那如果你设定这个地方设定完 this view 之后 底下就可以检视 那这边有几个项目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九字九页这个地方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里面呢就告诉我们 相关的设定里面呢 比如说第1个选项 就是设定 一般显示模式 偶数列的样板 所以你有数列如果要变更的话 你就设定这个样板 好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是设定编辑模式的样板 那所谓编辑模式样板 可以把它点击看 就是点开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编辑的时候按下那个编辑 他会跳出一个什么跳出一个表 这个是算是一个表单 那这个表单里面呢他长什么样子其实是可以更改的 比如他背后的颜色啦或者是说他这个 显示出来栏位的字的大小等等 这第2个 第3个的话呢就是Empty data 就是如果没有资料的话他会写什么未传为之 但里面的字你也可以自己在打一些字出来 比如说告诉他说为什么没有资料等等的 那再来的话 Insert item 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 可以让使用者输入这个资料的 直接新增资料的一个表单 这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如果 看他太阳村如果想要做一个格式变更也可以从 这个template 这个样板去做变更 那其他还有像这个是 下一笔上一笔的样 这个上一笔下一笔 下一笔样板的话呢 我们这地方可以让他去做一个 这个 item 上面比下一笔 这个应该是 如果有分页的话 那我们这样板要怎么去制定 这边当然有一些字可以去做变更 其他的话呢 还有像item 我们刚刚有用到一个item template 每个项目的部分 还有就是说 slade 被选取的时候的样板 这部分的话也都可以做变更 我想这部分的 样板部分呢 请各位再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 我建议各位把它切到原始码里面 其实你改了之后呢 在原始码里面也会跟着变更 这个更改的方式 其实就是跟那个 那种 像zreemweaver那种工具类似 反正两边是会有 自动帮你产生需要的原始码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稍微看一下那个控制项的样板 功能部分 现在 现在 感谢观看